一个穷小子变成一万富翁 买了千万豪宅 百万豪车和漂亮的太太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他叫David 从小妈妈和有钱人跑了 只能和爸爸勉强度日 长大成人后 David带了几百块钱 出来闯荡江湖 想租了房子找一份工作 可是却被房地产的人赶了出来 这天他来到工地 然后找了一份工地的活 可是工地的活实在是太低了 你晚上睡觉的钱都付不出来 既然被人看不起的话 他就自己做 他穿上爸爸给他的西装 伪造了身份 伪造了收入 然后再叫经纪人来看房 经纪人刚开始也是看不上他 因为他觉得太穷了 然后还把他的伪造的 那个收入证明给他看 结果他租到了一套豪宅 然后跑到工地上对工友们说 谁想住豪宅 一天只要20块钱 工友们平时租的是 40块钱的房子 然后现在是平均 一天只要20块钱 就能住上豪宅 说他一天就可以赚到600欧 他用同样的方式 又租了10套豪宅 然后就这样过了几周 他赚得捧满钵满 可是好景不长 然后被物馆投诉了 说是当他赶到的时候 被眼前的一幕吓呆了 养鸡的养猪的摔跤的 各种闹事的 然后经纪人带着警察过来抓 David赶紧仓皇而逃 跟他同行呢 还有他的同事James James把他把David带回家 James发现David长得非常贵气 哪怕只是带了几 一块几百块钱的手表 也是像是有钱人 James决定和David干一票大的 就做他们曾经做过的房地产 如何从几百块钱赚到上千万 怎样从穷小子变成土豪 James和David来到豪宅的拍卖现场 这里的有钱人是真的很多 每栋豪宅都是被别人 用更高的价格买了 这趟两个人空手而归 第二天厂上指 他们俩 他们都是以最低的价格拍得 而之前和拍卖会上的人 早就被两人收买的保安 带到了另一个房间 最后一栋豪宅是20万 但一共有20套公寓 James觉得太贵了 可是David却坚持摆下来 James以为他疯了 他们根本付不起 可是David却一笑 我们还有10天的时间 可以以更高的价格 出手给有钱人 如果他们没有钱 就让他们去银行贷款 原来如此 James的账户带着老白 去了一家银行 找到老朋友 Lila 可是Lila不想带给他们 因为他们觉得 20万实在是太少了 可是David说 不是20万 是800万 Lila一听心动了 David打算是一套豪宅 来卖40万 可是当他们走进这栋大楼 却发现便宜真的是没有好货 所谓的豪宅 墙皮门窗都旧的不能看 别忘了David可是赚钱的天才 秉着节省的态度 David叫来了一个粉刷酱 他们三个人开始分工合作 然后最终 最后终于大功告成 万事具备只差客户 我们找到保险员 拿到一些有钱人的资料 然后发邮件给这些有钱人 深圳这里有顶级豪宅 环境优美 价格还不贵 有些人真的都很 看到这么便宜的豪宅立马就下手了 但当一个老人问道 这不是诈骗吧 有那么一瞬间 David觉得很愧疚 他甚至因此吃不下喝不下 可是但当800万到账时 愧疚感也就随之烟消云散 他和Lila的感情也一夜升温 David变成了富豪 买了豪宅和豪车 开了一家房地产公司 钱越赚越多 David打算和Lila结婚 给他买了价值百万的项链 可是James却极力阻止 他觉得Lila是个定时炸弹 这天属下带着那个二号来了 税务局来收了上百万的税收 这些对于David来说不算什么 可是David这些连不断的买豪宅豪车 现金早就花光了 不过还好 还有那条价值不菲的项链 他赶紧跑回家 可怎么也找不到项链 这是David相信了那个James的话 他就是要把项链藏起来 James这回深信不疑 转头去找了别的旅人 可是Lila也是聪明的旅人 很快就知道了 David出轨的事情 带着女儿就走了 还不忘料下狠话 你别想从银行借到一分钱 走投无路的David 只能去找James James却劝他卖掉公司 以后也能衣食无忧 享受了那个纸醉金迷 怎么能收得回来呢 David想要重新盖一百套豪宅 然后自己的钱却被银行卡住了 豪宅也被Lila抵价 疯狂的David银行不贷款给他 那他就自己开银行 没想到还真成功了 然后自己用开银行的钱 赚了3000万 带着3000万 房地产项目继续进行中 三星期之后 David就还清了所有的贷款 可是正当 正当他在狂欢 然后在家里欣赏着自己的广告的时候 警察突然来了 原来是Lila告发了他 然后关了三连 三连出来以后 然后收着来自James的信 我就直接了当地说吧 我希望你是一颗狮子 因为你总是有一颗狮子般的强健的心 让David一眼就渗透了James的用意 然后他来到豪宅抱走的那颗狮子头 里面就是那条消失的项链 David原来Lila不是Lila拉的 David拉着这条项链满脸笑容的走在街上 看到那个曾经被他骗的老人 曾经的愧疚感喷涌而上 可是在下一秒 David满脸 满脸微笑的走向房地产交易市场 这个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电影终究是电影 万万不可以去模仿 君子爱才取之有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